每年春天北京都会召开两会 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全国政协会议 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代表着国家的政体 根据国家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除了在中央层面 在地方上省、自治区、直车市 以及下层级的地方行政单位 都设立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二条还提到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 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作为国家元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